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有一个面店老板过去是做洋娃娃起家 20年前因为台湾的工资高涨 他只好移场到中国 后来到了对岸之后 却品尝到了毕生难忘的麻辣滋味 于是他开始勤跑四川 去找像是花椒辣椒 而且慢慢的炼出麻香味十足的辣 最后干脆回到台湾就卖起了麻辣面 特殊的口感已经被布洛克封为市 到台北必吃的三碗面之一 客人要的就是色香味 我能做到任何一块我就不愿意减低它 30年大江南北参与经验 最后集结成这碗色香味十足的麻辣面 当然重头戏是尾韵带出的麻味 有花椒的辣 然后再有那个中药里面 也有一些辛辣的味道 你就慢慢变得 你的口感就是很复杂的口感 可是那带给人家是很舒服的口感 不是一个纯辣椒吃到嘴巴里 那这么辣 我舌头我赶快喝再多水也没用 在张本丽首领 这碗麻辣就像是场时尚秀 有特制拉面条豆芽菜还有细胞卤吃的豆包和鸭血 最后再来个鸭轴 蒜苗也只有我们台湾的蒜苗 产得这么漂亮这么香 没有那个东西我麻辣面就会扣分 黑色典雅氛围里 享受着300年来的辣文化 张本丽认为吃辣也要提升 于是20多年前 就把金金姆的麻辣火锅店收起来 该走精致的单碗路线 没想到这一创新 加上变辣精神不变 就被部落客评价是 来到台北必吃的三碗面之一 它的麻辣蛮特别的 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呛 或是它是慢慢的那种会回甘 比较没有那么辣 就是适合比较敢吃辣的人 就是会有点辣辣的 可是不会说辣到你整个什么 什么肚子痛什么之类的 食客可以客制化菜色 面条可以改成冬粉或是锅巴 牛肉也可以换成猪肉 辣度更分成四级 最低级的微辣几乎让人尝不出辣 却还辣香十足 利用三十年老卤 卤出来的牛肉 牛肚以及大肠头 还有面食类 九黄虾仁 猪肉蒸饺 都是老板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 那我父亲以前就在总统府 那时候叫介绍馆 当一个通讯队的队长 小时候我们家常常挤满了 我父亲的一些同事啊 我妈就会每一次做菜啊 就会做很多菜 万省二代的张本丽 从小就在妈妈身边打转 看着看着 也就学会许多烹饪基本功 你看看我们这一根酒黄 种到这么粗啊 那粗是表示 粗表示 它很嫩嘛 里面都是水 都是汁很多嘛 切菜的时候就闻到这个酒 酒黄的香味 是记忆中的味道吧 东北人做水饺 它比较精致 这位双刀侠 其实出了社会 是跟着哥哥 开启洋娃娃工厂 台湾工资长 工厂只好移往大陆 待在台湾的他 于是跟着表舅 学做牛肉面和水饺 1992年 因缘际会下 就在南京和北京 开启上百坪的面馆 公路时机点队 生意好得不得了 就在一次偶然机会 让他尝到特有的麻辣滋味 我第一次吃了 我竟然 我竟然有三天没有睡觉 这个经历很奇怪 很多人觉得 为什么会那么兴奋 原来中国噎者 竟然违法利用 阴素壳来煮麻辣汤 没毒品免疫力的台湾人 因此精神亢奋到了极点 这也让他深入钻研起 健康新香料 调和出的麻辣学问 整个这里面的一个辣度 它的展现就是一个层次 这个是花椒 这个是姜 这是香料粉 这是豆瓣酱 那豆瓣酱是里面它的灵 跟辣椒酱合在一起 那个香味才出来 这叫四川辣豆瓣 邓小平他有夸张说 吃到三十年的辣豆瓣 三十年的辣豆瓣 可能很老了啦 那是有点夸张的奖金 以牛油为基底 多达十几种以上的食材混合 才能做成爽口又香麻的麻辣酱 制作过程中 食材不仅一次下锅 而是一样炒完再放一样 稍微让它出点味道 把里面的那个水分先榨一下 我这样也利于保存 尽量能够让它不要接触到 空气细菌水 因为所有的东西 水里面也包括细菌 豆豉 豆瓣酱和辣椒酱 都下锅和牛油拌炒以后 这时候才再放进 大量老姜和蒜头 为了做出好酱料 张美丽每年都会亲自到 四川香料厂区 去寻找各式辣椒 三十年来 两岸来来去去 累积的人生阅历 就像是大锅里 越来越火烂的酱底 当然火候也有一个代表 是人生经验的一个累积 到某一个程度也可以这么讲 大锅中炒好的半成品 最后还要和粉料互相调和 而这粉料的精华就是花椒 花椒在中国的香料中 名列十三香之首 可见它展现的惊人魅力 麻这种东西它是个油脂 它就藏在这个花椒脂这间里面 没有一个地方像茂园的花椒 它不苦 你问四川人 有没有不苦的花椒 那个四川人要回答 只有茂园的不苦 那这个就是内行人 花椒会在辣味中 带来一丝又一丝的麻辣感 由了它更增添菜色丰厚层次 只是随着中国工资越来越贵 花椒价格这五年来 已经上涨了百分之两百 最新价格来到一公斤 一百零四块 照物价波动 实在讲这没办法的事 坚持安心食材 因此每天开店 第一件事就是开启炉火 熬煮单纯的鸡骨猪骨高汤 当麻辣酱煮好后 就会堆上适当点力的汤头 再将各式食材一起下锅煮 这就是为什么吃到的每样菜 都能享有麻辣的相遇 我们辣的感受是 你会先从你的舌头觉得会辣 有的人是觉得他的口腔会辣 有的人觉得他的舌头的中段 或者是尾段会辣 那这种感受在人体上 你吃到的就变成是一个层次感 层次一直以来就是张本丽 做料理最强调的敏感 他最欣赏成都把辣酱放进汤里 一起煮的做法 而不是重庆市 当所有的汤料都盛碗后 才在上面加一勺辣油 他那个油很多 你准备 听说你就准备这么一个大锅子好了 通通是这样子的油 然后里面的料都在里面 你说那个不叫做锅 那不叫火锅 那叫火油锅 而最后为了不让食客 辣乎乎的离开 十几年前他就想出免费供应甜汤 用这一碗降火气绿豆汤 来填了客人的嘴 他这一门麻辣生意 也得以传向千里外 谢谢大家 by bwd6